我們先請部長 部長你好 部長 從年初到現在五月初呢 我們已經從新聞媒體看過七次 喊說客運票價要漲 這個我覺得 我今天要站在消費者的立場 恐怕會得罪一些業者 但是我不怕 其實我們行政部門99年度 已經補助業者20.15億 這是99年 我認為這個數字在補貼給業者 其實人民沒有感受到 完全無感 你以為21億是補貼在哪裡 是哪一塊的錢 補貼給客運業者的 部長你是部長 補貼範圍很多 對對對就是泰幻怎麼 縣齡的車輛 真購新車 偏遠路線的票價補貼 電子票證的優惠補貼 這是省道部分 有好幾塊 這個其實業者已經拿到很多補貼 但是無感 業者也假裝無感 包委員 可不可以我講一句話了 別的不說了 我想有幾個地方是應該有感 第一個就是我們便宜路線過去都是半額 或是更低 所以很多便宜路線常常不能維持 我們這個政策下去 便宜路線現在都基本上不是問題 部長 然後另外中南部 過去都是用二手救車 十年以上的車 這個我肯定你 部長 所以應該還是有感了 包委員 不急你不急你聽我說 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無感 有多少人 你們這樣做了 有多少人去搭乘新的 你補貼的偏遠路線的公車 有多少人做到這個偏遠地區的新公車 包委員 包委員 我想我想像這個 第一個偏遠地區的路線 部長 我今天要告訴你 我是要肯定你 我肯定你的做法 但是 但是新車這一部分的效益 我會覺得說要一點時間 報告委員 要一點時間 給我們一點時間好不好 這是打底 這是打底 部長 我是肯定的 對於偏遠地區我是肯定的 你不要急 我現在不是要討論這個部分 我時間有限 這部分是肯定 但是問題是這個部分受惠的人少數 我並不是說受惠的人少數就不應該去做 還是非常應該去做 但是呢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因為你這個部分應該去做 這個部分我沒有意見 可是其他更多的使用公共運輸的人 沒有感受到政府的幫助 那這個呢 其實是業者 我認為是業者 業者吸收了 拿到了行政部門的補貼以後 他改善了 他讓消費者覺得是他的公司改善的 不是政府幫助的 知道嗎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不是要跟你爭論說你的做法是不對 甚至於在這一波 從年初到現在七次的漲價風波呢 我認為業者是拿著搭乘的消費者當人質 但是來要挟政府要給更大更多的補助 所以部長 我今天是想要來跟你研究一下說 其實看業者要不要漲價呢 交通鋪 不要放任業者拿著消費者當人質 事實上呢 公路總局他有一套審議機制 當然啦 業者的complain也是有道理 他說呢 這套審議機制呢 在油價下跌的時候 很快就審議要求他們 票價要下跌 正在消費者的立場 可是油價上漲呢 又不審議 拖拖拉拉 讓他們虧損 那事實上呢 我認為這一套機制 如果真的建立的健全的話 就像油價一樣 我們就可以減少很多的紛爭 那除了這樣以外 他也有一個彈性 你應該很清楚的對外說明說 他們為了業者跟業者的競爭 所以他們有所謂的優惠 現在他們不符成本了 所以他們把這個優惠調回來 這是你沒有辦法的事 這個是本來就是應該 業者之間的這個 自由競爭的考量的事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認為你們是在政策的說明上 說明的不夠清楚 那至於補貼的部分 我不是說那些偏遠地區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呢 對於你說的很清楚 昨天也說了兩種 一種是省道 一種是國道的補貼 我希望可以讓直接 政府的美意 讓消費者更有感 你們有沒有試圖去 去讓消費者有感 不要把這些政府的 拿大眾納稅人的錢去補貼的 變成是業者的 各位報告好 我就舉一個做法了 我們所有由中央政府補貼 去採購的這個車輛 我們上面都有都有標示 這是由中央的哪一個專案計畫 補貼之下採購的車輛 有些地方有這些措施 我們現在不討論 我們現在在討論票價 我是說 難道你們真的束手無策 要繼續這樣讓業者 拿著乘客消費者 當人質來勒索交通部嗎 事實上交通部對業者的補助 有沒有去思考說怎麼樣可以 不接受這樣的勒索 讓這些政府的美意 直接可以讓消費者有感 是我想跟委員這樣報告了 事實上這個兩點 我們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我們當然要講說 為什麼對於我們公路客運 會有這麼多項目 各種各樣的補貼 最主要從公共運輸的角度來看 公共運輸確實是一個 不容易獲利的一個行業 這是第一點 比較艱苦 那第二點呢 從省道客運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說 我昨天也有說明 對不起 我把這句話講完好不好 就是它整個的票價 油價值中一部分 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要素 這些要素裡面 也有很多是政府在補貼的 所以省道客運 這一部分票價的調整 我們會做通盤考量 部長我還要留點時間 是 來問一問好不容易 今天來的高鐵董事長 所以我們拜託 focus在這個票價上面 了解了解 董事長你等一下我還有一點 要問部長 部長我這樣說了 我們就再更直接一點 我本來是希望可以讓你有機會 要求下面的去做 就是說其實呢 我們可以讓消費者 把政府的美意 讓消費者有感 可以做得更好一點 而不要政府給了錢以後 變成業者 讓消費者覺得 這是業者改善的 不是政府 那這個納稅人的這個錢 就有一點可惜了 而且還不斷的用這個來勒索政府 那怎麼樣同意要去做啊 要怎麼樣去做 你們有沒有思考過 真的每次都要委員幫忙 你們去講這些嗎 其實你們有很多研究單位 也有很多實務的經驗的人 可以去做到 我們我就直接這樣講了 其實怎麼樣可以讓消費者 有感很簡單 比如說鼓勵大家去做 那我直接現在用你們 不斷的在推動所謂的 這個電子票證 那直接電子票證上面加值 大家來做 大家來做 你做 好 比如說你買500 我送100 這個消費者馬上感受到啊 對不對 大家就去做 那感受到這是政府送的 不是業者送的啊 你這樣每年20億放下去 做到 是啦 公車換新 人家說這家客運公司不錯喔 給我們換新車喔 這家客運公司不錯喔 給我們降價喔 他完全無感說這是政府的補助 謝謝委員提醒啦 我想這樣報告啦 我們這個多卡通這個 這個系統 我們現在目前是在 積極建制階段 好啦好啦 我們我們這個 剛剛剛剛對 只講一句話 就是我們現在也 非常同意委員做想法 就是我們會鎖定一個長搭族 經常搭的這一部分 那麼怎麼樣讓他提供優惠 不只長搭族喔 不搭的我們也要鼓勵他來搭喔 對 透過這個再鼓勵他 因為長搭族有示範作用之後 我們鼓勵其他不搭的人 他們也會看到這個優惠 對嘛 所以你來 你大家都來搭 你買的不會不搭嘛 是是是 這個在我們多卡通 對不對 普及下去以後 我們就是配套政策會出來 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趕快坐 來來來 趕快對不起了 換董事長 我這個急性子齁 真的很怕你們這種拖延戰術了 實在是 就很簡單 可以趕快讓他 有一個結果出來 來 董事長齁 你好不容易來 我們也肯定你們高鐵 終於漸漸有起色了 謝謝 我們在座的委員 差不多都是常客了 是 謝謝 幾乎可以說每天的 等於是通勤 但是呢 我想要在這裡 拜託董事長一件事 我們現在台南 雖然叫做縣市合併 剛合併也還在磨合 那其實呢 以前還沒有合併 我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說 我們縣政府所在地的新營 現在雖然合併了 我們還是有這個市政府的第二行政機關呢 是在那邊 那除了那邊以外呢 其實呢 台南的西北地區有很很龐大的服務員 但是我們看喔 所有的站都有到這個這個 政府地方政府所在地的接駁車 甚至很多是免費的接駁車 讀讀我們沒有 好 你們有啦 你們試辦了一個月好像 結果說搭乘的人太少 所以又停了 董事長 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我們那裡的地理位置 了解 我雖然住在新營啦 你接駁車開到新營 我就可以使用你們的 我用我的例子 但是事實上有很多是周邊我們服員的鄉下地方 雖然我們現在叫直俠市其實還是很相像 那麼他們還是要有車到新營去接送 所以他們覺得啊 要開車到新營再去搭你們的接駁車 再到高鐵站 不如就直接就殺到高鐵站了啦 了解 可是地方政府 事實上他是準備要做後端 就是說新營下了你們的接駁車以後 再接到各地的這個接駁 我是有要做 但是呢 還來不及做 我現在要拜託董事長再給我們機會 是不是可以請高鐵公司呢 跟台南市政府來合作一下 就是說我們再來規劃一下 其實我相信這裡面還是有很很很大的必要跟很大的很很很 有一定量的這個乘客啦 董事長可以拜託你嗎 可以答應我嗎 您這個期望我們都完全了解 因為開拓客員提供更好的服務 但是跟財務上面的平衡當然我們都要兼顧 那麼我也了解在台南市市長的他的一個努力 跟我們協商過好幾次 那麼我想在適當的時機 上一次我們雖然做了這樣嘗試呢 但是我們後來看到我們雖然大力的宣傳 也鼓勵大家使用 可是平均的存在率呢 每天大概不到三百人 那麼這個是有點困難 但是呢我想在將來 仍然是可能性是有的 我必須跟委員報告 董事長我們甚至很卑微的請求說 不用免費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大家來考量說 我們也負擔一點 然後政府也補助一點 就像偏遠區區一樣 然後地方政府再把後端的做好 這樣好 而這個站在整個國家的 或者世界的節約能源來講 多使用大眾運輸總是好 如果真的可以很正常的這樣運作 連我都不想開車去停到你們高鐵站了 對不對 好 至少最後再給我一分鐘了 至少可不可以拜託你在暑假 因為我們南部在整個台灣來講 南部是寒暑假是很重要的旅遊景點嘛 有很多旅遊觀光旅遊在夏天南部 會寒暑假啦 特別是暑假 是不是可以請你們在暑假的時候 再來開一下這個節目 我會再回去跟同仁再探討 好不好 拜託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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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